黑暗一行人来到了逆伤镇守的前文明遗界 海渊城 他们准备使用巨大的传送装置 海渊之眼进入量子之海 寻找丢失的渴望宝石 然而在行动前夜 爱因斯坦却遭到神秘人的袭击 下落不明 而海渊之眼也发生了原因不明的暴走 为了找回渴望宝石 布朗尼亚在一片混乱中 只身跳入了量子之海 叫我约阿西姆吧 你的名字是 布朗尼亚 我看到你从巨大的虫洞里掉了出来 你是外面来的人吗 不要担心 你被吞噬进量子之海的时间还不长 趁现在你还来得及回去 谢谢你的好意 但布朗尼亚不想回去 布朗尼亚想找一样东西 她被遗失在量子之海的深处 你想进入量子之海的深处 那里很危险 你不能靠近 布朗尼亚清楚量子之海的危险性 但布朗尼亚有必须要前进的理由 这里是现实与可能的夹缝 认知与存在的空间 是通往量子之海的入口 我一直守护在这座巨大的迷宫里 阻止迷路的人误入其中 你还是放弃吧 进入量子之海 是需要资格的 这些怪物 是你召唤出来的 它们是从量子之海中诞生出来的影子 是认知的投射 从你记忆中诞生的怪物 只要置身于这片空间 你就会不断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景象 和我的意志无关 你越是接近量子之海 影子就会变得越活跃 武器对它们的伤害有限 不过 你似乎拥有能对抗它们的力量 你是说 重庄小兔 重庄小兔 真是可爱的名字 它也是源自量子之海的力量 但你还没有理解它的全部 不过 这不是我们现在该谈论的话题 量子之印无法对布朗尼亚造成危险 布朗尼亚具备进入量子之海的资格了吗 你很特别 你的过去与众不同 它赋予了你与年龄不符的坚强意志 可惜 越是坚强的人 内心就越有可能留下脆弱的空洞 布朗尼亚 你要接受的考验 才刚刚开始 什么 你将会前往另一个世界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要小心 过往的迷茫和伤痛 会成为你最大的敌人 在那个世界 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布朗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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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课堂上睡着 我知道期末考试临近大家都很努力 但也要多注意休息 万一在考场上睡着了 考官可不会像我这么好心把你叫醒哦 妻子 妻子 布朗尼亚 你别放心上了 下次注意就行 宝尝与铮 宝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太累了吗 刚才上课的时候你也睡着了 不用勉强自己 圣弗雷亚学员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在这里 没有人会强迫你做什么的 放轻松 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可以了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布罗尼亚不累 还有力气 布罗尼亚 还想再训练一会儿 能与妻子老师和班长交流的机会不多 布罗尼亚 想好好珍惜 布罗尼亚 既然是布罗尼亚同学的请求 我随时奉陪 那我也没有理由拒绝了 妻子老师 班长 请多 稍微整理了一下现状 这里是圣弗莲亚学员 但不是布罗尼亚所熟知的那个学员 妻子和班长 都有些微妙的不同 除此以外 也找不到其他人的痕迹 博士说过 量子之海 是平行世界的交汇 但布罗尼亚 不认为自己真的进入了平行世界 那么 约阿西姆所说的答案 又是指什么 情报不足 布罗尼亚需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事 下午第一节课是历史 正好 希望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今天缺席的同学还真多 上课了 大家都回到位子上吧 历史课要开始了 什么 今天我们顺着上一节课的内容 讲一讲第二次崩坏 嗯 布罗尼亚同学 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布罗尼亚 对今天上课的内容很感兴趣 不想错过老师的任何一句话 嗯 也可以理解 毕竟第二次崩坏爆发的地点 是你的家乡 布罗尼亚 你自己对这场灾难有多少了解呢 第二次崩坏 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 始于西伯利亚的巴比伦实验室 然后蔓延到全世界范围 在第二次崩坏中诞生的 是支配空间的空之律者 它给人类 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害 说得很好 看来你有认真预习 只不过有个小错误 第二次崩坏在西伯利亚爆发后 天命立刻采取了行动 成功控制了周边地区的伤亡 而律者也在诞生二十二小时后被消灭 得益于天命的果断 世界上大部分区域都避免了这场灾难 什么 那么 让我们看着影像资料 开始今天的历史课吧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战争中 有两股力量起到了决定战局的作用 其一 是天命北美支部所研发的战术机甲 它们在第二次崩坏中首次被投入使用 并展现出了不亚于女武神的作战能力 其二 就是天命S级女武神Cicillia Shaniat 所率领的雪狼小队 它们在与律者战斗的同时 还对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发起援救 保护了大量平民 如果没有它们的努力 崩坏给世界带来的伤痛 会更加难以愈合 毕竟 我也是当年被它们拯救了的人 但崩坏结束后 雪狼小队受到了质疑 有人认为它们善离职守 因为天命从来没有给它们发出过 撤离民众的指示 但在我看来 它们没有做错 如果女武神没有自己的判断 没有自己认为的对错 只是服从命令 那根本和工具没有任何区别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你们才会选择来到圣佛雷亚 这座由Cicillia女士所创立的学员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马上就要考试了 大家可要好好复习 下课 这和布罗尼亚知道的历史 完全不同 可可利亚妈妈 是女武神 可可利亚 老师 有事吗 布罗尼亚 老师 为什么会成为女武神 是我说的那些话 勾起了你的兴趣吗 嗯 为什么 老师也疑惑过这个问题 我是在西伯利亚的孤儿院长大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 努力活下去 就是生活的全部 这样的孩子 在北方并不少见 成长的过程中 我也见到过许多和我一样的孤儿 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比如 加入军队 保护流浪的孩子 或是建立一个孤儿院 给他们温暖的家 但你最后成为了女武神 嗯 因为我意识到 不光我走哪条路 都有办法让那些孩子 在火炉旁吃上面包 但有些东西 只有女武神 胜负雷亚学院的女武神 才能给予他们 什么的 希望和自由 这也是我在那场灾难中 从塞塞利亚学院长身上 得到的宝物 可可利亚老师 很像伯尔尼亚认识的一个人 很像 但又不同 伯尔尼亚 我听说你来到这里前 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都已经过去了 这里是圣佛雷亚学院 你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顺从别人的命令生活 你可以尽情地探索这个学校 尽情地认识朋友 尽情地想象自己的未来 尽情地去做你想做的事 你是自由的 可可利亚 你在忙吗 怎么了 集资 是关于之前总部下达的那个任务 内容挺简单的 适合给学生们练练手 不过我们得快点动身 算上学生 现在能出动的人数有多少 四个 包括你之前招募的那个 嗯 有点少 恐怕难找 最近任务很多 大部分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不在校 不过我看这儿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 而且他似乎也约约欲试 对吧 布罗尼亚 布罗尼亚 布罗尼亚有自信能协助大家完成任务 如果缺少人手 可以让布罗尼亚加入老师的小队吗 当然没问题 布罗尼亚 欢迎你加入极东支部第五小队 事出突然 我们今晚就得出发 我待会儿把任务资料给你 准备一下吧 请放心 布罗尼亚会做好准备的 过往的伤痛和迷茫 对布罗尼亚来说 这个词 毫无疑问只代表了一个人 可可利亚老师 她的身边 或许有布罗尼亚要找的东西 这里 不是现实 分物对裂为空 布罗尼亚进入警戒状态 三位发现敌人行踪 布罗尼亚 给你介绍一下小队里的其他成员 首先是机子老师 然后是福华 你的班长 原来可可利亚老师提到的新队员 就是布罗尼亚吗 感觉更放心了 还有一个人 没到吗 对不起 我知道了 这个声音是 怎么会 为什么是你 希尔 对不起 可可利亚老师 我来晚了 你竟然会迟到 怎么了吗 任务准备花了点时间 不过 现在都已经解决了 没关系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今天先加入我们的布罗尼亚 年纪比你稍微大一些 布罗尼亚 布罗尼亚 这是希尔 她有点怕生 但是个好孩子 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初次见面 布罗尼亚姐姐 我是希尔 你好 希尔 运输舰还有几分钟就会抵达 希望你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布罗尼亚 在期待些什么 可可利亚妈妈成为了女巫神 孤儿院也就不存在了 自然也不会有X10实验 这个世界 当然会有正常长大的希尔 布罗尼亚 应该明白的 任务对裂为空 布罗尼亚进入警戒状态 我们到目的地了 再确认下任务 三天前 总部的运输车队遭到了袭击 虽然没有人员死亡 但运送的重要物资被人抢走了 这场袭击 可能和一个名叫 逆伤的地下组织有关 逆伤 我记得那是一个由叛逃的天命成员建立的反天命组织 他们行事很谨慎 但还是露出了一些马脚 根据情报 有人在这附近看到过被夺走的物资 他们被掌控在一个代号银湖的情报贩子手中 银湖 是逆伤的成员吗 不像是 银湖是这座城市的地头蛇 以一届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言 他的身份过于张扬了 应该只是合作关系 他接下委托并策划袭击 然后将到手的货物转交给组织 我是这么认为的 既然如此 我们就有必要见见他了 鸡子和福华会和我一同给银湖来个登门拜访 趁这段时间 布罗尼亚和希尔仔细调查一下周边的地形 找出可能藏匿失踪物资的地点 尽量避免引起注意 等我们那边搞定了 就来和你们会合 我明白了 布罗尼亚姐姐 你有什么提议吗 银湖的据点附近 有很多巡逻中的保安机甲 布罗尼亚可以尝试骇入其中一台 通过自律程序 获得所有机甲的巡逻路线 并反推藏匿地点 听起来可行 那我们得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 我想我们可以去北侧的广场 那里的巡逻网比较稀疏 容易找到落单的机甲 出发吧 他比我认识的希尔 要更独立 也更成熟 如果希尔能在那场实验里活下来 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希尔和西方 各有一片防守严密的区域 西方是市中心 午夜过后 人流量会聚减 是一个危险 但出人意料的藏匿点 而北方 则是迎户自己的势力范围 有重兵把守 也是他本人主要活动的区域 时间紧迫 我们得分头去确认 不 不是这两个地方 银湖隐藏物资的地方 应该是这里 这里 可这里只是一个破旧的小仓库 手背也很薄弱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希尔 是巡逻路线 虽然部署的机甲数量不多 但这里24小时都处于至少一个单位的监视下 总觉得 很奇怪 原来如此 就像是被刻意安排的 嫌疑确实很大 你竟然能注意到这一点 希尔对这个城市很熟悉吗 没有没有 只是在任务资料里看到的 Bronia不记得任务资料里提到过这些 这种违和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Bronia 鹰狐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你杀了他 放心吧 是麻醉枪 多一具尸体 只会多一份麻烦 我们拿走了他用来识别权限的钥匙 你们那边的情况如何 希尔发现了一处行医地点 Bronia这就把坐标传过去 收到 我们直接在那里会合 这个废弃仓库就是银湖的藏匿点 找到了 是生物识别传感器 藏在侧面的墙壁里 和银湖据点内的设备一致 这座仓库也是它的所有物 但是好 你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希尔 Bronia 赶紧那钥匙打开仓库 让我们来看看 被偷走的究竟是什么宝贝吧 你们是谁 元阿西姆 怎么回事 仓库里只有一个小孩子 可是银湖藏宁物资的地点 应该就在这里 难道 这个孩子就是失踪的物资 你说什么 你们 要等我做什么 不要 不要过来 小心 那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崩坏能反应 他在用能量制造出实体的武器 不要 不 他昏过去了 看来那种奇怪的力量消耗了他大量体力 这个孩子身上到处都是伤痕 有些还是很久以前留下的 他一直在被虐待 机甲凭空出现 随即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对这种力量有印象 我在总部的档案中看到过 用崩坏能 复现事物的构造 并将其转化为实体的能力 那是第一律者 理智律者的能力 可是 第一律者 应该早在1955年就被消灭了 为什么他的力量 会出现在这个男孩身上 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和总部取得联络 不 先不要 最开始 Bronia也很奇怪 但希尔的话 点醒了Bronia 拥有理智律者力量的人类男孩 他对天命的价值 不言而喻 那么 这个孩子被称作是重要物资 也不为过 你的意思是 嗯 我和你想的一样 这个孩子 就是失踪的物资 我们要回收的任务目标 他本来应该被关在实验舱里的 但银湖擅自把他给放了出来 既然如此 他身上的那些伤 有大量无法识别的单位 正在接近这里 糟了 是逆上了追兵 恐怕银湖昏迷的事暴露了 我们必须马上带着他离开 敌人数量太多了 我们带着一个昏迷的人 肯定会被追上的 分头跑吧 Pronia 你和希儿带着他先走 在撤离地点等我们 可是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相信我们 你们先带着那个孩子离开 Pronia明白了 Pronia 会在撤离地点等你们的 希儿 走这边 敌人的行动路线乱了 是老师和班长引开了他们 接下来就是去撤离地点会合 然后将约亚希姆转移走 Pronia姐姐 怎么了 我们不能去撤离地点 什么 我们得带着这个孩子离开 不能把他交给别人 虽然你这么说 可我们能带他去哪里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 请姐姐相信我 希儿 怎么了 Pronia觉得你有点奇怪 不行 Pronia姐姐 把他给我 再这样下去 一切又会从头开始 希儿 把他交给我 怎么会 为什么你能击败他们 不应该的 这个世界的人 明明没有办法反抗他们的 从人无开始 是 Pronia就有一种 奇怪的感觉 每当大家 陷入瓶颈的时候 你都仿佛 早就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你召唤出量子之影的时候 Pronia确信了 希儿 你和Pronia一样 不属于这个世界 Pronia姐姐 是你吗 Pronia姐姐 是的 真的 是你吗 希儿 Pronia就在这里 这么久了 Pronia 终于找到你了 Pronia Pronia姐姐 Pr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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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究竟 发生了什么 Pronia Pronia 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 我被关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 又黑又冷 门也静静地关着 我在里面带了好酒 就到连时间都记不清 可是突然有一天 房间的门打开了 光照了进来 我想 我能够逃出去了 能够去找Pronia姐姐了 就朝着光跑了过去 后面的事 我不记得了 当意识到的时候 我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 光 没关系 希儿 已经没事了 Pronia找到你了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可是 我找不到出去的方法 Pronia姐姐 我们不能把那个孩子交出去 为什么 这个世界 在不断轮回 其实 在遇到季节之前 我已经经历了好几次今天的事 最开始的几次任务失败了 我陷入了昏迷 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几天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然后 一切都还是照着原本的轨迹发展 难怪你会知道未来发生的事 我不断尝试 回避错误的选择 最后 终于将那个孩子救了出来 成功完成了任务 可是 时间却还是倒退了 为什么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不要害怕 谢儿 你的话 让布鲁尼亚理解了很多东西 布鲁尼亚现在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相信布鲁尼亚吧 看来大家都平安逃出来了 接下来 只要把那个孩子交还给总部的联络人 任务就能圆满结束 你们做得很好 尤其是希儿和布鲁尼亚 你们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等一下 可可利安老师 这个孩子不能交给总部 你的理由是 电击 烫伤 术后疤痕 他在天命的实验室里受尽了非人的待遇 送他回那里 和送他去地狱没什么不同 布鲁尼亚 虽然你说得没错 但我们也必须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他身上有滤者的力量 这是他自己不能控制的 谁都无法保证 他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 而不是变成危害人类的滤者 但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冰冷的实验室 他就只会成为绿者 布鲁尼亚和希儿希望 能把他带回圣佛雷亚学员 或许他会成为绿者 又或许他会成为英雄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命运 都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我们能做的 只有教会他思考 思考是非 思考自我 思考希望是什么 思考未来是什么 这是他身为人类 应当拥有的自由 这也是 一直以来圣佛雷亚学员 所教会布鲁尼亚的东西 说得好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时间 没有倒转 可可利亚 你真坏 还故意要考验他 你们 从一开始就想带他回去 那当然 我们可是胜负雷亚的女武神 好了 把她带过来吧 任务对裂为空 布鲁尼亚进入警戒状态 说得真棒 布鲁尼亚 祭祀老师过奖了 布鲁尼亚只是说出了 从老师正学到的东西 你就别谦虚了 不 不是谦虚 布鲁尼亚 真的很感谢继子老师 一直以来受了很多照顾 所以有句话 布鲁尼亚一定要说 继子是个很好的老师 是布鲁尼亚见过最好的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布鲁尼亚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总而言之 今晚回去好好庆祝一下吧 对了 布鲁尼亚最后还有件事要确认 班长 布鲁尼亚想单独问你一个问题 怎么了 布鲁尼亚同学 福化班长 怎么看这个孩子 我很同情他的遭遇 总部的行为 让我感到遗憾 那么 隐骑士月轮 又是怎么想的 是奥托主就安排布鲁尼亚 进入圣菲雷亚的 果然 你不是普通学生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孩子的事 也不会阻拦你 但是 我们都要为今天所做的选择 负起责任 引导这个孩子 绝对不能让他 成为危害世界的律者 不然 就会有其他人 来履行他们的职责 布鲁尼亚明白 谢谢你 班长 任务队列为空 布鲁尼亚进入警戒状态 任务失败了 虽然我们找到了 情报贩子银湖 但是还是被逆伤先一步 转移走了失踪物资 第五小队尝试追踪未过 彻底丢失了对方的线索 作为任务负责人 我会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另外 圣服雷亚学员会多出一个普通的转校生 不过这件事 就不用汇报给总部了 你觉得这样如何 布鲁尼亚 布鲁尼亚 没有任何意见 果然 带上你是正确的选择 布鲁尼亚 我相信你 在不远的未来 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武神 谢谢你 可可利亚老师 把她带上御书剑吧 从今天开始 她自由了 我们 回来了吗 你 这里 圣服雷亚学员 你以后的家 家 是什么意思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医生们在哪 如果不按时间受治疗的话 他们会生气的 放心吧 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 对了 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 W317 不是这种东西 名字是你的象征 是你希望别人对自己的称呼 我 可以和大家一样 拥有名字吗 当然可以 这是你的自由 我 是 瓦尔特 我的名字 是瓦尔特